珍宝人生倒读 鼎礼大恩根本上师 法王如意宝 珍宝人生 又是一篇谈佛法与人生的文章 现在这一类的文章很多 不知道我再写这一篇 又会有多大帮助 但不管怎样 我希望它至少 不会增添大家的困惑 有人说这种讲道理的文章不能太长 长了读者就没耐心读完它 而我的文章似乎都比较长 看来的确颇考验读者的毅力 我有时也想 要紧的话得赶紧在前面说完 留到后半段再说 大概效果要大打折扣 不幸的是 这次新年教研 结果又是长篇大论 很多人坚持读完了 却不明白 一篇关于疾病的启示的文章 为什么要东拉西扯地说上那么多 痛苦 无常 无我 因果 菩提心 狭满难得 大圆满外前行的主要元素 都凑齐了 可是元素与元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本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 但很显然 大家没有这个时间 我只好再写一篇小文 介绍珍宝人生的结构和基本思路 希望有了导读 大家阅读时能感到轻松一些 文章从我最近一次生病说起 讲到轮回中痛苦的普遍存在 当年 释迦牟尼佛初传法轮 首先演说的即是苦地 痛苦乃轮回生命的常态 如果对痛苦没有正确深入的认识 就不会寻求解脱 这是文章第一部分的内容 苦 痛苦并非凭空而来 根据佛陀的开示 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直 要真正止息痛苦 只能从破除我直入手 所谓我直 只认为自身以及外部世界 都是无需关带条件 而绝对常依存在的 事实上 万事万物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坚实存在 而是依赖各种内在和外在的条件 一刻不停地生灭 因此 不具固有性 恒常性 也就是无我和无常 具备无我的见地之后 经过反复观修 体认 我直便会逐渐弱化 与无我相比 无常是更容易理解 也更显而易见的 观察无常 能令我们比较快地体验到无我 所以文章接下来 先讲无常 再逐渐过渡到无我 无我的含义 远比无常深广 释迦牟尼佛二传法轮宣讲四法印的时候 也是从诸行无常开始 由无常讲到诸法无我 无我指事物不具有绝对的自性 但并不是虚无主义 事物之所以无我 是因为它随缘生灭 缘起则生 缘灭则灭 这便是因果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缘起都同时具有两层含义 空性和因果 讲无我是讲空性 讲无我也是讲因果 鉴于很多人 在建立无我的见解时 忽略因果的问题 所以我在文章中 特别提到 无我的一层重要含义是因果 以上是文章第二部分阐述的主要内容 无我是佛教最独特 也是最深奥的见解 能听闻到无我法门 是值得庆幸的 但对真正寻求解脱的人来说 仅在理论上理解无我还不够 要彻底解脱痛苦 必须证悟无我 所以文章接下来第三部分讲到 如何在生活中修无我 同样的 在生活中修无我 也要双管齐下 既要体认事物的无自信 通过有意识地 削弱对自身和外物的贪值 来减轻痛苦 又要重视因果 我在文中举了 藏地高僧大德们的一些事例 其中特别谈到 有关涉及三宝之物的 因果取舍问题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如果是僧团共有之物 出家人不得私自取用 也不得私取公物 赠予他人或布施给其他众生 法会供斋时 僧团的每位成员 只能享用自己应得的一份饮食 至于参加法会的在家人 是否也能与僧众一起用餐 这要看为法会供斋的施主的发心 如果施主供斋的对象 是所有参加法会的人 在家人便可以享用 法会上供应的饮食 如果施主供斋的对象 仅是僧众 在家人便不能享用 法会上供应的饮食 关于因果取舍 我们务必要严格依据教证 理正 不可想当然 不可信口开河 随着无我的见解和体会 不断深入 巩固 菩提心油然而生 我们终于确信 一切都是无我的 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 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而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众生 因为不知道无我和因果 而仍然在往受痛苦 想到这一点 我们便会情不自禁地 要去帮助他们 了解缘起信空的道理 好让他们 不再冤枉吃苦头 这种希望众生 离苦得乐 究竟成佛的发心 就是菩提心 文章第四部分 主要讲的是 在生活中 踏踏实实地修菩提心 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 菩提心与空性智慧 在根本上 是无二无别的 实践当中 树立无我的见解 有助于激发 巩固菩提心 修菩提心 反过来 也是体悟空性 最便捷有效的途径 初学者 不具备无我的见解 也可以先修菩提心 修到一定时候 就会悟空性了 文章到这里 由痛苦 一步步讲到 至悲双运 虽然为了压缩篇幅 很多问题 都仅是点到为止 却也算涵盖了 佛法修行的 主要次第 如何去修 我们基本明白了 剩下来 就是下功夫 真正去修行 文章最后一部分 讲 狭满难得 希望大家都能 珍惜光阴 善用此人生 好好修行 华智仁波切 在《谱贤上师言教》中 仔仔细细 列出十八瑕满 赞生缘八无瑕 断缘心八无瑕 总共三十四种修行的违缘 我知道 很多人看 《谱贤上师言教》时 都是把这一部分 跳过去 直接看后面 更有趣的章节 可是上师们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 讲这些 看似枯燥 琐碎的内容呢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狭满人参 这个可以用来修行正法 寻求解脱的人参 有多么殊胜 我们需要更仔细地 去观察自己 以及周围的人的生活 就像我在文章中 说到的那样 结合实际 去体会 在这个世界上 要具备得人参 业绩不颠倒 闻佛法 生正信等等条件 何其困难 同时 文章第五部分 也是对前四部分的总结 人生充满烦恼 但如果能以烦恼为契机 去刊悟世间万象的本质 从烦恼入手 去实现 止息烦恼的最终目的 那么这样一个 充满烦恼的人生 就是我们解脱的 最好机缘 反转无始以来的 惯性模式 需要付出 极其艰巨的努力 而世事无常 人生难得一失 所以务必要抓住 此生的机会 奋力修行 这便是我写作 珍宝人生的基本思路 应法会等弟子的请求 在此作与简单介绍 西阿荣博 藏力铁湖年1月23日 公元2010年3月8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